这又是一个冲筑头 一个由LAMA ZOKO品牌商 在2015年推出的LINA MINI家用咖啡机中 设计的又一项新技术 集成式冲筑头 LINA MINI源自其品牌产品LAMA LINA CLASSIC LINA MINI长38厘米 宽36厘米 高45厘米 重30kg 配备了双锅炉系统 预浸泡预边程序 内置水箱 LAMA为了实现将专业咖啡机的性能 装进小小的家用咖啡机中 于是便有了集成式冲筑头 集成式冲筑头长135毫米 宽100毫米 高105毫米 冲筑锅炉与冲筑头由整块不锈钢制造而成 冲筑锅炉可容纳175毫升的水 在冲筑头的上方与四方体之间 有一个螺干式组件 与通道结合形成螺旋管道 末端设置有温暖探针 两个加热体位于中间 加热体插入实体内 给整块不锈钢加温 此加热方式为干式加热 打开电源 水泵启动 将冷水推进两个锅炉 及蒸汽锅炉内的热交换器中 各个锅炉开始进行加热 当温度升至92摄氏度 蒸汽锅炉达到127摄氏度 压力达到1.5瓦后 咖啡机处于代名状态 此时集成式冲筑头处于保温状态 波动波干到萃取位置 电磁阀打开 水泵启动 水泵中的水以酒吧的压力 将常温水经由三通管道及单向阀 分别推向蒸汽锅炉内的管盘里进行热交换 与集成冲筑头房的四通管中 当两股水流在四通管中相遇 来自锅炉盘管里的超高温热水 与水泵中的常温水混合 达到接近萃取的温度 再进入集成冲筑头的萃取锅炉中 此时集成式冲筑头以稳定的92摄氏度进行保温 稳定的热水经过萃取锅炉外的线流阀减缓流量 又流过电磁阀 通过C型铜管后 为防止湿温 再次回到冲筑头上方的螺形管道内进行保温 最后以酒吧的压力通过冲筑头贯穿粉饼 于是我们得到了一杯方向四溢的espresso 这就是集成式冲筑头 那么问题来了 161冲筑头和集成式冲筑头 你更喜欢哪一个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